中共这两天有军机穿越海峡中线 骚扰我国空域 那另外中国驻外单位 以法国为例 在2023年的第一天就发文恐吓台湾 那另外中国的人事也有跟谍 都调了强硬派来负责对外办公室 那我们常常讲一年的开始 说好话做好事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中共政权在2023年的一开始 是说坏话恐吓别人 做坏事骚扰民居 这样的开始 当然对于印太地区区域的和平稳定 是一个值得关心 甚至于是一个坏消息 但是触眉头呢 大概也触了中国自己的眉头 中国自己经济下滑 防疫不脏 整个乱象这么严重 还在一年的开始骚扰周边邻国 对中国来讲 当然是说坏话做坏事 触自己的眉头 那对台湾来讲呢 中国这次的战机 穿越海峡中线 而且穿越的距离比较近 我相信 以我国空军掌握的能力 都能够掌控 但是不断地紧缩我国的空域空间 对台湾来讲也必须采取有效的反制作为 否则一旦应变时间越缩越短 对台湾来讲也有国家安全的疑虑 我们可以说2023年的一开始 习近平所带领的中国在全世界 说了坏话做了坏事 对外输出病毒 对印太地区 特别是日本台湾等周边邻国 采取骚扰的作为 这样子的国家不仅是坏邻居 自己国家也触了自己的眉头 而我们台湾必须提高警觉 保护自己国家的安全 毕竟稳定和平是台湾民主自由经济发展的基础 而这仰赖着我们自己坚强的国防 跟国际友人的合作